本文由银星粉丝团作者柴飞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转说到娱乐圈之中,现在已经在拍摄《一天屠龙记》,让人感叹现在的导演是不是没有创新了。 可最近的时候娱乐圈之中又开始翻开《新版天龙八部》了,而且演员名单公布了不少,这次的男主角乔峰由杨又宁来出演,而张天阳来出演施主,白鹏出演段玉,文永山来出演王宇燕,对于《新版天龙八部》,不知道大家如何了,很多网友看到这几位主角,感慨都没有几个人是认识的,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《新版》文永山长的比较漂亮,她在《海上沐云记》之中,出演的潘西就让人很惊艳,她在剧中出演的潘西清新脱足,来出演王宇燕这个角色很不错,只是和刘依菲、李若通般比较起来,她这个版本还是不能超越经典啊,除了这几位主演之外,还有很多重要角色也是让人觉得,寻找不太合适, 不过还有一些配角并没有公布,可大家就已经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个《新版天龙八部》了,这几年之中娱乐圈之中已经有新神雕侠侣,新新一天屠龙记,新绝蛋双胶,新白娘子传奇,更返拍剧了,明年要播出的基本上都是返拍剧了,至于是超越经典还是来辣眼睛,大家就拭目以待吧, 不过这个新版天龙八部的选角,还是让人质疑,这部作品唯一的亮点,就应该是新版王宇燕了,对于其他的角色,大家,都是感叹导演的眼光,文永山这几年之中,发展的还是不错,最让人喜欢的角色,就应该是嫌弃十足的盼戏了,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天龙八部之中,哪一个角色了?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本次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